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做PPT 其实不是讲怎么样做PPT 怎么样用ChatGPT和一些AI工具去做PPT 那这样做出来PPT呢一方面是比较专业 同时呢不会去花很久去思考 因为往往我们拿到一个做PPT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会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花可能一天 甚至于大半天的时间去构思 需要当中要涵盖哪些内容啊 然后涵盖这些内容的话 是不是契合啊 或者说逻辑是不是通顺 那有些比较新的同学 比方说可能你刚毕业没有多少年 那领导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呢 你抓耳狼塞了很久 这都是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教大家怎么用ChatGPT 加上一个叫TOM的就T-O-M-E的这样一个工具 去制作PPT 大概过程呢可能是在10分钟不到的样子 那当中包含了我很多的一些讲解 那做出来的PPT呢是这样子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颜色 当然这个颜色不是很好看 我们调整最最简单的黑色 那然后的话呢你可以自己翻译成中文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中文生成 因为我之前讲过ChatGPT 去生成中文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一般会用英文 那这是我翻译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简介 那它的一个版式的话呢 都是左右的这样一个版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怎么样去制作完整的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步就是我们登录ChatGPT 那因为ChatGPT最近不太稳定了 所以我就之前打好的这些对话我都录下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在ChatGPT的这一部分呢 总共有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让ChatGPT帮我们去做一个名字 那今天的PT的我想做的名字呢 是怎样去有效的去制作一个PT 这就是今天想起了PT的这个名字了 那我们还是跟原来一样 就是让ChatGPT帮我们起一个viral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关键词啊 就是viral的 就是很有宣传力的 很爆款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ChatGPT给了我们十个替代的名字 给了我们十个替代的名字 当然肯定比我们这个好 比方说power up your powerpoint 就是提升你的PPT能力 对吧 这种effortless powerpoint 就是不用花力气的语题 这都很有意思 那我比较喜欢它当中第七个这个名字 就是做slide做胶片 就像一个专家一样 然后最有效的这些技术 去实现一个不需要花力气的这样的PPT 去不需要力气的所有PPT 所以我选第七个 我就告诉他我喜欢吃第七个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概览 包含八个八条概览 这就是那他就给我写了 说给我八个概览 然后包括第一个简介啊 然后掌握PPT基本啊 等等那么多 那这个有点多 因为其实我只要在接下来的这个工具里面 只要使用八个名字就好了 那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就给我八个标题 他把这个八个标题给我了 那我待会就可以用这八个标题去用AI创作另外一个PPT了 所以这个是我的关键的一个信息 然后 for every outline 然后我就 接下来呢 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写脚本了 因为这种PPT其实都需要脚本了 你只有名字的话 自由发挥 特别是当你不懂这些PPT的主要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自由发挥是很难的 那我们可以用他的这些脚本 然后来做成 稍微做一下翻译 然后做成我们的中文的素材就好了 所以这是 这个脚本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可以把它PPT导出之后呢 把它交给写在里面 或怎么样 那最后呢 我们会看一下PPT的一个成果 这就是checkPPT的这个对话框的内容 好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呢 我们就登录这个tome.app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AI的制作PPT的一个工具 那一开始的话呢 你会有一些这里的一些credit 就是他可能应该有两三百个credit 那就可以让你去制作免费的一些PPT 那当这些credit用完之后呢 你可能要充钱啊 或者说推荐朋友啊 一些方式去增加你的credit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在这里呢 我们就点create 那进入create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界面 当然你可以调整 在下面呢 输入你希望做PPT的这个标题 我们可以用刚才的就是怎样去做PPT 或者用一个专家的角度去做PPT下的名字 但是我今天呢 不想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tome的这个PPT的制作呢 它会有很多 它自己的一些主观想法 那它也有自己的一个AI引擎 但是我相信它的AI引擎 应该没有checkGPT那么出色 所以呢 它其实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用名字 就是PPT的名字 第二个呢 就是PPT的outline 就是刚才我们用checkGPT生成的这个概览 我们刚才分成了八条 第三个呢 是这个story 就是你可以让checkGPT 或者你自己写一个文章 那用这个文章呢 你复制进去 让它通过这个文章帮你生成一个PPT 那这个story我还没有试过 但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那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个outline的方式 去实现这个checkGPT 用tome实现checkGPT的这个概览 去做一个PPT出来 那我们输入了刚才checkGPT这边的八个标题之后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有八行 那八行的话 你可能会担心 第一行是这个introduction 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根据你的主题 去生成这个introduction 还有这个conclusion 就是你的结论部分 那其实它是很聪明的 它会联系上下文知道 这个是制作PPT的一个概览 然后是一个总结的PPT怎么做的一个概览 因为它会根据当中的一些内容去生成 所以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它怎么做 回车就好了 那它就开始制作了 那其实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呢 是非常快的 一般来说你有几条概览 那它就会去给你生成 多少条的这个页面 那我相信有很多 这个大家接到要制作一个PPT的任务的时候呢 这个页数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页数是直接决定了这个PPT演示 需要花多久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像刚才我在ChatGPT当中去 去让它写的这个脚本一样 就是一般一页的话 大概在三到五分钟左右 那讲得快的话 可能也就两三分钟 那你也可以让ChatGPT去 做两到三分钟的脚本 那我们刚才也写了八个概念嘛 你看它就给了九页 这个是大差不差的 那有时候呢 它会发挥的多一点 发挥多一点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概览的出现 那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你给它八条 它就给你九页 第一页是它的一个标题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标题其实不是我们出的 对吧 不是我们出的 我们说的是这个 像一个专业的能源一样去制作PPT 它出的是说掌握PPT 从基本到这个Trableshooting 从基本到怎么解决故障 那跟我们的还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待会去替换一下 然后它给了一个今天的agenda 对吧 今天的八条 然后这里是七条 它可能把当中两个合并了 这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手工去调整一下 然后每一条呢 它就有这个比方说第一个interaction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跟PPT息息相关的 就是overview of PowerPoint basics 就是那个PPT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览 然后使用PPT好处 然后通常怎么样去使用PPT 所以它这个概览跟我们的这个制作PPT主题还是挺像的 你可以看到右边呢 它其实是做了一个AI生成的一个图片 一般来说 我们正常的PowerPoint 一般来说都会需要一张图片 去让观众会有比较丰富的遐想 大家去看这个苹果的发布会 或者是去看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的发布会 都会有很大的一张图 然后可能有很少的字 那它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然后这个免费工具的唯一缺点呢 就是它每一页都是很像的 就左边是字右边是图 这个第五页出了一些问题 它这个照片到现在还在loading还没有出来 它可能做的比较慢 那这些图呢 你都没有任何版权的一个担忧 因为每张图来讲的话 都是它AI自己生成的 所以不会是从网上哪里去copy过来的 当你发布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人来进行你版权的一些要求 但是可以看到它做的这些图都是比较比较简单的 那你其实可以用其他的一些AI生成工具 比方说达利啊 比方说Made Junior啊这些去生成会更好看一点 那整个的流程它就帮你写好了 但这些当中的盖栏下面的小标题呢 其实都是根据它自己意想出来的 那这些小标题呢 你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些修改 然后呢 这边右手边这里有一个按钮 有点像画板的一个按钮 你可以调整它的主题 它有很多种主题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块色的主题 你可以改成亮色的 或者改成 改成 咖啡色的 然后方便用过去咖啡色的 那我们再加一些它的一些特色好玩的功能 那我正好在调整这个PPT的当中呢 我发觉一个好玩 好几个好玩的部分 比方说 我翻译成中文之后呢 我想加一页当中 那加一页呢 你可以改成各种各样的类似于像 平时我们用的PPT的layout 就是它的版式 你可以加成标题 加成文字的版式 或者说整个大标题 表格的样子 或者说图片的样子 或者图片加标题等等 那我们就随便加一个 比方说是这个三张 我们用这个吧 用这个一张大图的表示 那一张大图的话 加东西的话可以加很多 比方说一些外链 或者一些AI工具 那这里正好可以用这个达利 那我们就演示一下达利怎么用 那我说我要去增加一张 就是类似于我们手工去做PPT的图 那这张图呢 是AI自动生成的 那我给它一个pump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提示 那我说是手工去制作PPT 让它去生成一张AI的图 我们看看它生成什么样子 那达利也好 还是说Mate Journey也好 还有很多类似的像配光的啊 这些AI制作这个图片的工具呢 市面上很多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或者说是免费几张 然后再让你去冲钱啊 或者说是邀请好友 跟这个TOM是一样的 那你看达利就做出来四张图 那我们随便找一张 我觉得最后一张还比较适合我 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它做了一个这个一个类似一个窗口 然后一个饼图啊 看了像模像样的在在那个在讲具体啊 这里的这里手有点奇怪 说上面一把尺还是什么东西 但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方便啊 你也不会存在道图的风险 有没有版权的风险啊 唯一的问题呢 就它生成的这些文字往往都是 都不是一个正八经的一个英文词 它自己创造了一些词汇 然后这张图呢 我们如果不想上传的话呢 把它给列掉 那这一页就是整个的这个打力之作图了 那你可以放一些这个GIF也可以啊 然后说我们看看有没有类似于叫PowerPoint PowerPoint的GIF 这里必须要输入一个链接 那这里我们就不试着啊 然后呢 你可以按这里的Share 然后把这个PVT给分享给其他的人 比如说你输入他的这个email地址 然后可以让他说只能够呃 能够演示 或者说只能够评论 或者只能够呃 这个编辑啊 或者说是掌握所有的这个 不access就是有所有的权限啊 那呃 然后你可以生成一个链接啊 那就是不是分享给某一个人 直接生成链接或者这个QR码 直接让别人去访问你这个PVT 呃 这就是这个怎样用这个 XGPT和TOM的工具去实现 去做这个PVT自动化的一个过程 啊 当然如果你需要去把它导到 PVT的软件里的话呢 你可能还需要做些手中的动作才可以导入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